这个时候呢我又进入今天我们要一起接下去的这一个使徒行传 这个第三个系列的部分 如果您在之前从好几个系列当中 因为现在跑到第三系列 如果你在之前的一些的系列的里头 你没有听到的盼望你回到YouTube那里去寻找 好这样你能够有这个连贯性的思路 那你也知道整个使徒行传 它整个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如何运用落实在我们现今 那这个很重要 那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都是渴慕神的话语的 那我们就要去主动的去追求 花时间的去认识每一卷的书籍 那我盼望在接下来的正道我们都是会以一卷一卷的书来做这一些的分享 那我们可以从YouTube上面找到好多好多其他主题式的讲道分享 那你要怎样的都有 那今天我们始终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 从每一卷的书卷里面去发掘 并且如同寻求宝藏一样的心态 去挖掘更多更多宝贵的应许 那其实神的话语不单只是对着当时代的这一些的信徒来诉说 他是对着每一个时代的人来讲话的 所以神的话真的是超越空间时间的 他并不是只是局限在当时候的耶稣时代的时候所讲的 对着那一某一些的群体 然后我们知道说神的话语 就算我们这一代过去了 那下一代听的时候 仍然是非常的有这个的宝贵的 非常的有造就功能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谈的第三系列 之前我们谈的福音传到这个外邦当中 就是撒玛利亚的群体当中 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 那他不是纯犹太人 所以他是跟一些外族人通婚生下来的后代 所以当时的犹太族他们跟这个撒玛利亚群体的人 是没有相往来的 所以我们知道福音要从犹太传到撒玛利亚 其实这一群的使徒被拆遣去做这个外邦福音工作的 他并不是那么轻松的 因为他要顶着一个所谓的环境上面的 这一种不支持的一种状态底下 因为犹太群他看到你跟外邦人接触的时候 他们都会有很不喜欢的一种的心态 一种的奇怪的眼光去看待 所以当时候这一些的神的使徒们 耶稣的使徒们要被拆遣出去 那其实如果不是圣灵在他们的心中 放下这一种的勇气信心和力量的话 那他们始终踏不出去 反观今天其实有很多的人 他根本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往前走 那原谅我可能要讲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 就比如说 今天如果你长期做了家庭主妇太多年 我告诉你你要踏出去做工 你都很难了 你发现你很难踏出去 你要顶着心里面心里面很大的这一种的阻碍 然后你才好不容易才踏出去 就说你踏出去之后你也很容易放弃 因为你受到一些的挫折 因为你已经安育习惯了 你们会了解我的意思的 那安育习惯了之后你再走出去的话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就像当时候这一些的门徒 他们已经在一个很大的 很丰盛很富裕的一个教会当中 算是在一个舒适的环境当中 就比如说你在一个很大的教会 这个教会可能上千人上万人 经济物力财力各方面都很强的时候 那你会发觉到你会选择走出去 传福音给一些可能 那一些很恶劣的环境底下的人的福音 你很难去的 因为你会选择去这一种大型的教会 享受在安育的日子里头 最好不要出去传福音 我要的我就是要去到这里 享受这里的灯光气氛 如同演唱会式的一种的环境 那你要他真正踏出去 为主受苦的话 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要 从这样的一个使徒形状里面 看见当时后的使徒们 他们要走出去 并不是一件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谈到在第三系列里面 腓力对太监传讲耶稣 所以神使用腓力 来到这个太监的马车的旁边 然后故意让他看见 听见这个太监在读以赛亚书 所以神使用腓力来跟这个太监 来传讲 之后太监明白 那个以赛亚书在讲些什么的时候 正是指向以赛亚 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个地方 马上就去洗礼了 所以洗了礼之后 我们看见腓力 就被神很神气般的 把他提走 忽然间不见了 然后就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 就继续的为主来做福音的工作 神要缩短那一个的时间 所以要很快的 很快的就把腓力提走 带到另外的一个城市去传福音 比坐飞机还快 所以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 那上一次我们也看到 扫罗悔改归主 扫罗也是经历到耶稣亲自的呼召 所以他被称为使徒 是耶稣亲自来呼召他的 所以我们从扫罗在这个事件里面 我们看见说 无论多么糟糕的人 耶稣一旦要用他 都有办法做改变的工作 翻转整个的外邦福音的工作 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是 彼得是多加复活的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十六行传里面 其实很多很丰富的情节 如果把它拍成一套的电影的话 我看你一定是看到不会眨眼的 所以彼得使多加复活 记载在九章三十六到四十三节 这里我们看这段的经文 他在讲什么 那这里提到说在越伯 有一个的女门徒 然后她的名字叫做戴比萨 那希腊话叫做多加 他为人是乐善好施的 所以那个时候 他因为病死了 有人就把他洗尽了之后 就停放在楼上 所以吕大就靠近这个越伯 然后这个地方 门徒听说彼得在那边 就派两个人去求他说 请到我门阵那边去 不要担言 然后彼得就动身跟他们一同去 到了椅之后 他们就领他上楼 所有的这个寡妇呢 就站在彼得的旁边哭 然后我们把多加呢 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 所做的内衣和外衣 打给他看 彼得就到大家出去之后呢 就跪下来祷告 然后呢转过身来 就对着尸体说 戴比萨起来 他就睁开眼睛 一看见彼得就坐了起来 那彼得呢伸手扶他起来 然后叫圣徒们和寡妇都进来 就把多加伙伙的交给他们 这个事就传遍了越伯 那就有很多人信了主 那此后呢 彼得在越伯一个自皮 宫人西门的家里面呢 住了许多的日子 好我们知道说彼得 当彼得来这个越伯这个地方之前呢 他在一个地方叫做沙伦 刚治好了一个八年瘫痪的病人 这个瘫痪的病人呢 那当时候呢 圣经说他已经躺在床上 八年之久 那彼得去了沙伦这个地方 就先治好了这一个 这个瘫痪者 后来就来到了这个越伯 那越伯这个地方 他是古代的一个海港来的 就是在今天的特拉维夫的 这个地方 那当时候如果你看圣经 你记得越拿吗 越拿那个逃避 那神的呼召 要他去宁尼威城传福音的 后来他就逃避 然后呢就在一个码头 上了船逃走 后来呢就因为这个船 在半路的时候 一直经历大风浪 里面的人说 是不是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然后不该在我们当中了 所以导致呢 这个船要被海水打翻 后来越拿讲就是他 然后呢越拿说 如果你们要救自己的话呢 就把我丢去海里面 然后那个风浪就止息了 那一艘船的人就统统得到保全的生命 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 在越拿 所以越拿这个人后来就被 这个鲸鱼吞到独子里面 不懂多少天去了 我忘记了 后来就把他载到宁尼威去 他还是要去到那个地方传福音 所以当时候他上这个的码头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真的是旧月时代的 越拿 所以在新月这里 就是这个码头了 叫月博的这个地方 那所以我们看见了 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重点 这个经文在这里讲到 那彼得那个时候他所做的 你看就好像耶稣那个时代所做的一样 他可以叫死人复活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神迹 所以那个时候 他上到顶楼的时候 那你会看见这些的寡妇站在旁边 在那边哭对吗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说 为什么彼得要叫这一些的寡妇离开 那彼得叫大家出去 然后他跪下来祷告 然后转身过来的就对着尸体说 带彼撒起来 你知道吗 如果当时候 如果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人 那如果在那一边 要听神的声音的话 那你旁边这一些人在那里哭哭啼啼 你怎么样可以专注的去听神的声音 你怎么样可以专注的去领受 神接下来要你所做的事情 所以彼得那个时候 其实他也抱着一种的 占经的心态 其实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就好像有时候我们被神拆遣 去帮助一些的人 赶鬼 医病 什么东西都好 当然我们有时候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还是 里面 其实我们虽然知道说 神会做医治的工作 但是我们里面还是 没有100%的 这一些的把握的 所以那个血灵真的会离开吗 或者是那个人 你祷告他的病真的得医治吗 但是唯有就在当下的那个时候 你在不受干扰的时候 你跪下来祷告 然后你在那个时候领受 领受神 圣灵给你进一步的 这一些差遣的工作的时候 你才能够把神的神迹彰显出来 所以要很专注的 不能够被旁边 你所有一些的东西来干扰我们去做主的工作 从这里我们看见 当你被神差遣 呼召 去为着某一些的人事物来服事的时候 记得 你的旁边 不要被任何东西干扰你 你要很专注的听神的声音 不然你会做错判断 那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是神要做其他的工作在当中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为什么神要让彼得住在一个 自皮工人西门的家里 自皮工人 在当时候的犹太社群里面 他们把这一类的工作 看成是不洁净的 彼得是犹太人 那他要住在一个这样的地方 其实很多地方可以住的 为什么偏偏神要让他住在这个 自皮工人那里去 那其实神正在预备他 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就是打破与外邦人之间的 那个结与 圣与俗之间的那种的问题 所以这个自皮工人 为什么当时候在 犹太社群看成是不洁的 因为他们会碰触尸体 那动物的尸体 那所以从这里 我们要做一个思想上的反思 有时候 主我们的神 他为了要打破我们的旧有的思维 有时候会把我们放在一个 我们很不舒服的一个环境里面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其实神呢 他要预备我们成就他更大的事情 他也要预备打破我们的旧有思维 所以有时候你会在一个 你很不喜欢 因为跟你的这一种的思维 跟你的信仰 有很大的一种的 不舒服一种冲突的 一种的环境里面 神会把你放在那个地方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 可能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部分 那因为圣与俗之间的观念 其实常常都存在在 基督徒的思维当中 要怎么样去分辨 要怎么样去取得这个的平衡 或者是怎么样才叫做和神心意的 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看的 那之后我们看见彼得就见异象 在第十章9到33节 我们看见神就让彼得在中午的时候 然后他就浑游向外 圣经说彼得那个时候浑游向外 就是在清醒的时候 他在祷告 一个人忽然之间进入一种的状态里面 是没有自主意识的一个状态里面 他就看见了这一幅的图画 所以这一个的不洁的里面 有很多很多都是在 立位记里面第十一章里面 所提到的这一些的东西来的 所以这一些的东西在犹太的社群里面 他们称为不洁 是他们不碰的 你看里面有山猪 有一些蛇 甚至有些骆驼 那些狗熊之类的东西 那这一些东西都是 视为不洁净的东西 所以而且一连三次 为什么要三次 为什么神不是让彼得 看一次就过来看三次 那看三次其实是要 很激烈的要去压倒彼得的那种强烈反对的意思 所以神三次 然后让彼得真的是 你看这个是我想要让你看见的东西 你需要在你的思维上做一个的调整 所以反思 有时候我们要反思这件事情 当一些的观念进来的时候 有时候神的一些圣经的观念进来的时候 会跟你的旧有的思维模式 有模式有一些的冲突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改变一个人的传统观念 和我们的思想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 你知道以前有一些的村庄在中国 女人是非常的没有价值的 非常低贱的 所以曾经在某个朝代的时候 他们叫女人 她自己的老婆叫做贱内 这多么难听 很贱的内人 这个叫贱内 所以那个时候的女人的价值 是多么是没有 甚至什么东西一错了就是怪女人 然后还有一些封建思想 就是郑珠龙啊 或者等等 这些滥用私行啊 什么之类的东西 所以这一些很多时候 有不同的这一些的族系 他们延续出来的一些传统思维 如果你要打破它 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我们不要讲太远 我们讲近代的满清时代的就好 当时候的这个明朝政府 孙中山革命出来的 那些旧有传统的 这一些清朝时代的这一些的人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形象 那个形象叫做什么 就是绑辫子 你看他们前面是光头一半的 你看王飞鸿你就知道了 前面一半光的 然后后面就是有这个辫子 你知道当时候 当这个革命成功了之后 很多的男人要去把辫子 剪掉这件事情 甚至有一些剪了之后 去自杀都有 你会发现为什么人会 因为这一些外在的传统观念思维 然后甚至他可以 觉得自己非常的没有 很羞辱底下 他就自杀 这种观念是多么的有力量的 你知道吗 所以神那个时候要打破这种观念 是多么困难 包括一些旧 一些旧时代的一些女性 如果她被强奸了之后 她觉得很羞辱羞辱 她就马上自杀而死 但是现在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知道说旧 这种传统观念是多么的这一些的根深蒂固 如果神要打破当时候 这一些彼得 他们这一些犹太 这些使徒们的这一种圣俗观念的话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对于这边 我们可以翻开 立位基地十一章 如果你有圣经 你可以稍微看看 它里面有讲了很多很多一些不解的东西 那所以你看包括今天有某些宗教的 他们不吃猪肉之类的东西 那就是这一种就是圣与书之间的观念非常的强 有一次我去到金宝这个地方 那我就打包了一个糯米鸡 我打包一个糯米鸡 我就看到周围都好像很多人 很多人 然后都没有位置坐 那我就看到我走进去前面 那又有好一些的位置 没有人坐的 我就想说应该是可以坐吧 然后我就坐下来 我就把糯米鸡放在桌子上面 结果有一个马来婆跑出来包头的 他说你不能够把这个东西 放在我的桌子上面 因为那个叫做糯米鸡 它里面有一些 他觉得有猪油不结的东西 所以你会发觉到说 这个观念 如果存在在一个的多元种族的国家里面 那你觉得 这个东西 当然我们会选择尊重 但是这种的东西 会促成人与人之间关系会更好 我们知道有很多这一些的圣与书的观念 常常在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哇你很肮脏 我比较靠近我 哇我比较圣洁 我是比较靠近神的 我比较遵从律法的 所以我一生都不犯罪的 然后我常常就是 我每天禁食 每天常常都祷告几次的 那这一种的观念 常常就打又影响拦阻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 更深一层的关系的建立 所以彼得那个时候说 彼得就跟神说 主啊千万不可以啊 我们从来不吃这一些了 俗物而不解的东西 所以第二次呢 又有声音对他说 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 神更看重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要有一个的思维 神更看重的 那并不是这一些外在的东西 那当然圣经里面的观念 那圣是上帝的属性的一个部分来的 所以耶和华上帝呢 称为这个圣者上帝 因为他是圣洁的 所以圣这个观念 圣洁这个观念 是从俗和不洁净当中被分别出来 才有的 没有误会你怎么样知道有圣洁 当然我们知道说 神原本他本性就是圣洁的 所以圣经说 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 所以耶和华你的神 从地上的万民中 拣选了你特别做自己的子民 所以这个是在生命纪里面记长 所以神拣选我们圣洁的子民 我们要被分别为圣 所以上帝吩咐他的子民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 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那我要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 要做你们的上帝 所以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那这个是在旧约里面 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有好多的一些规条 所以旧约的规条里面的圣洁观 包括我们要献祭 包括我们的饮食 所以你不能够吃这些生命纪 立位纪十一章里面 所讲的这些不洁的东西 那包括这些饮食生活 齐居 这些所谓的洁净的条件等等 那个是在旧约的时代 但是新约的时候 耶稣基督来了之后 复活了之后 他要打破这一些的圣与俗之间的这一种的观念 他要恢复的是真正的 什么东西呢 他要带出的真正和神心意的这一种的心态是什么 就是你的信仰 你的生活 你的品德 这几个部分要被分别出来 而不是去守那些旧约里面的 所说的这些东西 这个不可以吃 那个不可以吃 甚至呢 你莫过死尸 你就要解禁多久 然后呢 如果你的女人来夜市的话 你就碰到她 又要被隔离多久 那这一些的东西 那个都是在旧约的时候 神要特别彰显 他自己的选民 那个时候所做的这些的事情 但是来到新约的时候 福音要普遍广传到世界各地的时候 那个神要打破这个旧有的 那让这个新的来到我们当中 这个新约来到我们当中 而是要我们在信仰 在生活 在品德上 被分别为圣出来 所以你们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 这个 他们针对耶稣的一群的人 然后那个时候 他们故意来刁难主耶稣 他就 他就拿着一个的 罗马政府的钱币 然后跑来 这个的问耶稣 不懂你们还记得吗 他说 这个的 罗马政府要我们拜这个偶像 拜这个王 但是 你却教导我们要拜独一的真神 他就问耶稣 你要怎么样回应这个东西 所以耶稣拿下他的钱币的时候 就告诉他们 看了看之后 就跟他们讲说 凯撒的 凯撒的就当归给凯撒 那神的就当归给神 所以这里神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有属天的智慧来分别 那什么东西是属神的 该给神的 我们就要分别为圣给神 那么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有世界上的政府 有世界上的体系 要顺服 要遵从的 当归给凯撒的 我们就要归给凯撒 所以基督徒活在这个时代里面 有一些人觉得很困难 因为有很多灰灰色的地带的东西 我们不能碰 或者是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有很多的越数 就好像我去只是一个糯米鸡 放在他的坐纸上面 都要给他骂 所以那一种的观念 不是神要的 所以弟兄者们 今天我们要知道说 圣和俗的观念 这个部分 我们必须要去取得一个 按照神的心意来看待 就比如说有一些人觉得 牧师不可以做生意 那你们会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圣和俗之间的 一个很大的差别 我以前在一个旧的教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们要申请一个吉他 吉他到台上去敬拜赞美 都要申请半年 甚至可能差一点都不通过 连一把吉他都不可以 那个时候只允许钢琴 所以有很多这些圣与俗之间的观念 在当中 也影响着教会 做了一些的决策 等等这些 所以从这个的彼得 这异象的里面 我们看见说 神就要透过彼得 打破这样的一种的思维 使到犹太人和外族人之间的 这个障碍被除掉 我们知道后来呢 保罗就很积极的去推动了 外族人的福音工作 神先透过彼得 先打破了这一道的墙 之后保罗就开始 往外邦做更大 更有信心 毫无抵触 毫无拦阻的这种的宣教的日子 好 那彼得之后呢 他就来到这个 哥尼流的家里面 哥尼流的家 就是因为他看了异象之后呢 圣灵呢 就借着哥尼流 然后他就差遣了 他的这个家谱 家谱人来到这个彼得祷告的地方 然后叫彼得 邀请彼得过去他的家 所以你看神做事情 很清清楚楚 不会磨鸣两可的 神要完成一个东西 他的灵会同时感动两方面的人呢 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人说 神感动我 神感动我 我要做这个东西 我要去往这个方向去 我要完成这个东西 很多时候 只是他自己个人的感动 请问 对方有没有被感动 就好像今天有一个人 他特别说 看到一个女性 一个姐妹 她很喜欢的时候 她就祷告祷告 哇 我很喜欢这个姐妹 就你赐给我 然后她就到处跟人家讲说 哇 神感动我 那个姐妹就是 神要赐给我的 然后就到处跟人家讲 但是神并没有感动那个姐妹 所以 硬硬的要去抢别人 硬硬的要去追那个女人 所以这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冲突 就好像今天我们教会 也说要做一些的决策的时候 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有理事会 为什么需要有一群的人 因为神要完成一个东西的时候 不会只是对一个人讲的 他会同时跟有关的人 就好像彼得和哥里流这个人 因为哥里流 神要借着彼得 让圣灵来搅灌 来充满 好叫这个第一个信主的外邦人 能够把福音开启着外邦的福音的这个门 所以同时彼得被神的灵感动 看异象 然后同时哥里流也是一样 哥里流是一个在意大利的营里面 做白夫长的 所以他住的地方叫做 叫做该撒利亚 这个地方 所以圣经说 哥里流是一个很虔诚的人 他很喜欢行善 然后常常祷告 然后他是归于犹太教的 这个罗马军官来的 所以彼得对他们一家讲道的内容 是在讲有关于耶稣 在耶路撒冷所做的这些的事件 所以圣经说 当神的灵带领着彼得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彼得还在说话的时候 圣灵就降在所有听到的这些人的身上 那些受了隔离 跟彼得一同来的信徒 因为圣灵的恩赐 也搅灌在外邦人的身上都很惊讶 原来听见他们讲方言 尊神的名为大 那于是彼得说 这些人既然领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 然后谁能禁止他们受谁的洗礼呢 就吩咐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就受了洗 后来他们就请彼得就住了好多天 那从这里我们也看见说 一个人他不一定要受洗了之后 才被圣灵搅灌 才被圣灵充满 所以从这里的例子 我们知道说圣灵 许多时候做的一些的事情是很超越性 只要这一群的人预备好了 圣灵就充满他 这些人渴慕真理 渴慕追求真理 渴慕追求认识真神 神知道 所以寻找的寻见 扣门的要给他开门 祈求的就要给他 所以神要把最宝贵的礼物给我们 就是圣灵 很多人领受不到圣灵 因为他并不像 跟你流那样渴慕 他只不把这个信仰当成是一个生活的一部分而已 或者放在很次要的环境当中 很次要的一个生活 生命的当中 所以有别的东西 有旅游 有赐贺的时候 就不聚会了 他不会把这个事情 该归给神的归给神 该归给凯撒的归给凯撒 神说你要玩可以玩 但是你要把时间给我 该给我的时候就给我 所以你会发觉到说 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 他们对整个的信仰的历程 和整个信仰的生命 他们完全处在一个 一个很不成熟的一个状态里面 十年如一日 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为这个属灵成熟人的话 我们要有这一种的看见 要懂得分别 好 最后我们这一段的经文看一下 你们既然听了真理的道 那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那就要在他的里面 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 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直到神的产业得俗 使他的荣耀得着颂赞 所以听众者们 你领受圣灵的充满 你领受圣灵的脚冠 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那个是你得基业的凭据 换句话说 今天有一天我们这口气断了 天使来 他要见你的时候 他会看你里面有没有圣灵的印记 当然我们知道人一信主了之后 圣灵内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但是我们并不一定让圣灵来掌权 我们对基督信仰还是很粗浅 还是一窍不通 对于有没有跟圣徒一同的聚集团契 不重要 对于有没有教会生活 无所谓 有没有读经祷告灵修 也不是很这些的追求 领圣禅的日子 虽然他洗了礼 也无所谓 不用礼也没关系 因为发觉到说 有好多的基督徒都处在这样的状态当中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既然听了真理的道 是我们得救的福音 信了基督 我们在他里面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作为这个印记 所以信基督 我们就有了圣灵成为我们生命的印记 而且这个圣灵是让我们可以得到永恒基业的一个证据 所以这个的证据是使神的荣耀透过我们来彰显的 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一个信主的人 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荣耀神 你也搞不清楚到底以后你的产业是有还是没有 请问你有没有把握 然后你所做的工作 你所做的服事 有没有圣灵的印证 你的祷告 有没有看见神印证或者是曾成就 那这些的东西都是让我们去确定我们有没有圣灵成为我们的印记 一个真正有被圣灵所唠了记号 唠了一个印记的人 他一定会有一个独特的特征的 就是他会致力于努力的渴慕追求真理 他渴望改变 并且他立志要结圣灵的果子 如果你信主了很多年 对这个东西仍然没有任何的追求和渴慕的话 你要好好的问一问圣灵 你有没有住在我的里面 会不会影响到你以后得产业的这个得基业的凭据 有没有啊 有没有这个东西在里头 因为神来借我们的天使来借我们的时候看这个东西 看圣灵的印记 好 所以用者们今天我们呢 从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学到这几样的东西 在第三系列里面我们上次看见 那洗礼之后呢 我们不一定是被圣灵来充满的 有很多人你会看见他洗礼之后 但是他没有教会生活 或者是他还是整天不稳 稳定的聚会 或者是成为跳蚤式的基督徒 这边跳一下 那边跳一下 哪里有比较好的东西好听 我就去一下 哪里的环境比较热烈的 我就去一下 他并没有真正的尾声杂根 所以第二个重点我们看到 没有传到人们就无法明白真理 就好像那个腓力 然后他就是故意靠近那个马车 传这个的耶稣 给这个的太监听 然后第三 无论多么可恶的人 耶稣都能够改变他 就好像使徒保罗一样 所以耶稣所做的门徒也在做 所以我们看见彼得 叫这个死人复活 劫退的行走 所以上帝会打破一切人为的传统 让我们追求人生里面 真正更有意义 更有价值的东西 然后另外最后一点 从第三系列我们学到 不一定要受洗了之后 我们才能够被圣灵充满 但是并不代表说洗礼不重要 我们洗礼是在很具体的 透过一些媒介宣告 表明我们是立志 尾声跟随主的 必须要有些具体的行动 而不是说我反正洗礼 也不洗礼 也不要紧了 反正圣灵可以充满我就好了 就好像一个人说 哎呀不管什么了 同居就好了 要不要结婚都无所谓了 那所以不一定要受洗之后 才能够被圣灵充满的 所以听众者们 今天我们从这第三系列里 我们就学到这几个 很重要的重点 所以有时候你常听到 一些讲道的时候 他们会提到一些的东西 会讲到一些的观念 其实就是从圣经里面 产生出来的一些原则和观念 所以当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 具体的提取 然后看见 原来是这样的时候 是从哪一个经文里面所讲 原来是讲出这样的一个 真理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对的 当异端想要进来 影响我们的时候 我们开始就知道 有一些的分辨力 因为我们圣经没有这样讲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持守 在一个教会里面 好好的去砸根 听主道的原因 所以我们要一步一步的 让我们属灵生命 可以更稳固更扎实 所以感谢神的恩典 好这个时候呢 我要奉主的名 对我们主内的弟兄者妹 我们做一个的呼召 那有多少个弟兄者妹说 今天 主啊 我听了这个道之后 那我的生命里面 让我能够更 强烈的有一种追求 改变的欲望 我要更多的来认识 神你的话语 求主来帮助我 我可不像这些使徒一样 在当时候能够为主 来做这奇妙的工作 不单能够把福音传到 许多这些 可能你很不想去的 很不想见的这些的人 很多时候 可能神的灵真的会感动你 去传福音给一些 你不很想 不想见他 不想去的一个环境 就像彼得他们 当时候那种的情况 圣书之风 去到外邦中间传福音 那 如果有一天神 真的是感动你 要去对某某人 你不喜欢的传福音 或者是要去到某一个 你不喜欢去的环境里面 传福音 你愿不愿意顺服 所以 神在乎的是我们生命里面 对待主的一种态度 但是你不用担心 神绝对不会 给你去 给你一个东西 是你不能够承受的 他一定会加添力量 给你去完成的 就很像彼得一样 所以 有道个弟兄姐妹说 主啊 我在这里 我愿意顺服的 我愿意啊 主啊 你如果以后 对我的生命有 很 我不想 要去完成的一些东西 但是我愿意顺服 有道个弟兄姐妹说 主啊 我愿意的 那你们可以做一个回应 你们就在差不多里面打 一个意 说 主啊 我真的是很有限 但是愿主 你的旨意成就 那感谢主 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 那都很愿意回应 在主的面前 那我要祷告说 主垂听你们的 每一个的祷告和回应 神要帮助我们 这里每个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说 我们是不足的 我们是有限的 但是 神啊 在你是没有难成的 是只要你要帮助 你要完成的 我们相信说 主你并提供我们 力量和信心 还有勇气 那我们去完成 并且打开 我们这一个的 属灵的眼睛 让我们懂得分辨 什么是讨神与喜悦的 圣与俗之间的 这一种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知道 说凡是这一些的 条规拦阻了 我们与人建立和睦的关系的 这一些东西 都不是来自你的 都不是你所要的 哦 主耶稣说我们祷告 让我们呢 都先求你的国和义 因为你的国并不在乎赐贺 乃在乎神你的公义 还有这个和睦 还有圣灵中的喜乐 主啊 你要我们呢 把福音传到 更多更多身边的人 可能你会拆遣我们 去跟一些 我们不想 不喜欢 见到的人 或者是一些的环境 我们不想去的 但是神我们知道 若是来自你的 你必给我们 这个的信心勇气 去完成它 所以说特别是 现在我们教会 许多弟兄者们在参与 生活步道的课程的时候 所以说我们更需要你 给我们这种力量和勇气 去面对 去传福音 给这些我们所邀约的人 全部上帝求您赐福 带领国度复兴教会的 每一个弟兄者 我看见他们那种的心 他们是多么的可慕改变 他们是多么可慕成长与突破 他们多么可慕更多的认识 真理 主啊 就求你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吧 所以说我感谢你 你垂听每一个弟兄者们 在你面前的祷告 主啊 赐福他们 所以说我祷告说 你的恩典并满满的搅灌 在每一个回应你的弟兄者们的身上 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祈求的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